好的 又是巴弗洛夫之主 看看这局会不会发现 都在管理室打卡呢 我也来假装一下 开局的CD还是那么慢呢 第一轮应该是不可能招募了 我们等下一轮 哦 只没了一个人啊 这内鬼不行啊 我一眼看出来了 曾来说两秒左右 霸总说这把布盘执法的啊 曾来怀疑刀又饵了 霸总说曾来是医生让自己赌了 咒学问有没有工作 哎 估计他是废物职业啊 曾来让赌霸总修理 霸总跳管了 他俩在这打口腿仗呢 哎 别理他们 这不就是狗咬狗吗 看一戏就好 我们棄票 三个内鬼 应该不是执法的 哎 这轮呢 只要警长不执法 哎 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招募了 斯蒂夫天天被招募 不知道逆不逆啊 我想把招募留给他 但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一般都活不到最后 哎呀 这么早就报告了 不知道是不是警长执法了 我们看一下 霸总说秒报 天天秒报是吧 建议警长拿霸总开刀呀 斯蒂夫说实在太冲动了 即使精髓 也就是承埃上去给了他一刀 暴毙了 霸总说承埃市局长招募斯蒂夫暴毙了 斯蒂夫说他要陪承埃 先堵霸龄后小婷 法官是吧 哎呀 我还想招募他的 直接就殉情了 霸龄没了 小婷应该是好人 霸龄说链子没了 霸总说法官没了 他说霸龄是坏皮 让直接戳 带斯蒂夫节奏 关键霸总也是坏皮吧 吃票吧 霸总的话 99%不可信 刀架在脖子上 可是还不如直接刀了绳势 假装一下上船 这就要招募了 不然两内鬼难打 天黑了 等下冷却时间 好 那就招募骤雪吧 你不是想要打工吗 你请我愿 我正好去一条狗 哎呀 这话怎么说出来这么难听啊 哎哎哎 骤雪来了 这就是安全感 这后面是谁在跟着我 他不跟了 我站在桌子旁边 桌子开席 骤雪在上面蹦打呢 我现在去哪呢 我也不知道去哪 骤雪你赶紧离我远一点 随便捣一个就好啊 哎 估计他要等一下CD 刚被招募CD是25秒 一个小时才10秒 还没到呢 他去穿头 我去一屋室躲着 好 报告了 这个颜色怎么这么眼熟呢 哎呀 真是骤雪 哎 怎么刚招募就寄了呢 他不会和莫灵龙拼刀了吧 在通讯门口过道 石器从库房左边来的问我位置 哎 实话实说呢 在一屋室 石器去库房的时候呢 和机外碰面了 肖木在氧气 入水说俩都在哪 那大概来是护刀了 他们以为内鬼双刀了 机外分析 木和我是有嫌疑的 如果是护刀了 那就说明又没了一个内鬼 不要啦 哎呀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招募了一个狗 却和内鬼同一镜了 真不值得呀 这后面说实话有点难打 关键我也没有自证 周雪 周雪 哎 不是 不是 你在对面干什么呀 默契呢 你不告诉我谁是内鬼吗 那算了 我再招募一个 周雪的意思 不会是内鬼刚刚在对面吧 那也不对呀 他不带着我 算了 不纠结了 木你好好干 争取代我获胜 哎 全靠你了 别去学周雪啊 刀内鬼干什么 船员都活蹦乱跳了 全在消耗我们坏皮 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 干掉船员 天黑了 我们站在监控下面吧 木在食堂 算了 我们去右边躲着吧 我觉得他要去监控刀人了 哎 他已经动手了 那晚了 那我不就暴露了吗 刚刚还站在监控下面 啊 躲晒记事里边吧 看他能不能解决掉监控的人 啊 小金和谁上去了 快来又发现了 哎 报告了 漂亮 差点让他们去食堂发现了 木你这是想拉我下水啊 我差点解释不清了 击败说木面刀 木说在监控击败脚下 石器问我怎么看 他想要出木 击败一直在看监控 木说他是牧师 问击败的身份 击败说肖木和陆离是内鬼 那估计是通灵师啊 我选择出作水 不保木了 好 霸荣出了击败 他是不是中立啊 好 那现在呢 木虽然被出了 但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次招募机会 哎 没内鬼了 我招募的狗 简直就是内鬼克星啊 怎么每次都准确了 把内鬼给刀了 这有点难受 内鬼都不出刀就被干掉了 我再招募一个吧 招募小金 哎 现在我们回食堂拍灯 看能不能抢出一个啊 船员的任务进度 有点顶不住了 两个的任务有点危险啊 我说继续盘吧 实际说自己是透视者 弱水是夜行者 击败是通灵师 哎 都报了 我也编一个 我是小红帽 我问霸荣和小金是什么 小金说是科学家 霸荣是金枪鱼 他要带头去票 你真气啊 那我们不就空票了吗 击败说木刀人前呢 离我们很近 霸荣说这把狗赢了 我说我一直怀疑弱水 霸荣让我别怀疑了 别盘了 6 那懂了 实际你去砍吧 命牌了 强行给他扣上狗的帽子 霸荣你气票了 他们要认获胜了 怎么赢啊 小金你CD一好就赶紧刀 他们这是打算去修破坏吗 这边有两人小金你不过来 那位破坏了反应堆 拖延一下先不修啊 这 小金你刀没刀啊 赶紧刀啊 刀完就报告好吧 这击败是怕被刀了是吧 直接跑了 小金去库房了 看一下时间啊 还剩十秒了再等等 先把石器给拖住 小金赶紧过来把他给刀了 好 来了 那我们就修了 好 赶紧刀 赶紧刀 快刀啊 你在干什么呀 你刀过了是吧 为什么不报告啊 快任务胜利了 哎 吓 吓死我了 我以为团员做了任务了 原来是我们赢了 赶紧刀